我天生是属于笑点比较低的人 怎么样都笑 高兴也笑 紧张也会笑 尴尬也会笑 我是不是应该担心 表情文的问题 皱纹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要给你看 我的年轻机密 反低吸引力 不会做倒立的人怎么办呢 很简单 通常我在休息的时候呢 就会这样 把双手紧贴在身体的两侧 尽量的放松头部 让头部撑在椅背上 与地面平行就像这样 我要提醒那些 喜欢低头玩手机的朋友 或者说睡眠 枕头过高的朋友 因为经常挤压你的颈部 很容易造成你的双下巴 或者说喜欢脱下巴 这样挤压脸部的肌肤 也很容易造成脸部肌肤的一个松弛 所以如果你正在做这些事情 那就赶快停止吧 还有一个小秘密就要告诉你们了 就是尽量不要用吸管喝水 因为这样多嘴的一个动作 很容易让嘴周的边缘 长出正纹 OLED是有多年的秘密武器 我一直都很依赖它 尤其是我在敢通告 通宵拍戏的时候 我就更需要维持最好的状态了 还好有我的OLED大红瓶 它所寓含的细胞能量因子 一擦上好像就给你的肌肤 充了电一样 细胞世间就会变得蜂蜓 又有活力 充满了能量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爱它 依赖它和离不开擦的原因 以上呢 分享的都是我的最高机密 让我在镜头前 只管表情不用管表情闻 让我在生活里面只管开怀打笑 不用担心我的皱纹 笑不仅使自己愉快 更能感染身边周围的人 让大家也都开心起来 细胸感染力才是最迷人的